第二篇谈的是洋葱onions 文章说on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可以被分为两个category叫类别 fresh onions and storage onions 可以被分为什么 新鲜的还有storage onions storage这个单字 各位觉得可能就比较困难 但是你想既然分为两类 一个是新鲜的 那另外一个铁定不新鲜 ok 所以storage什么意思 store 除了商店之外当成动词叫储存 存放 所以storage应该是存放之类的 可能是冷冻的等等 fresh onions are available 空格yellow, red and white 你发现这边连续三个都是颜色 我们英文讲说 以什么什么颜色是用in 好比说 I'm dressed in white 我今天穿白色 所以后面是in white 所以这个选的是in in加上颜色 好,所以21题考各位是颜色搭配的介细词叫做in 好,再来啊 March through August 从3月到8月都 ok they can be conged by their thin light-colored skin 后面虽然出现by很像是一个被动式 可是你看哦 这边感觉上不是一个动作者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选项选什么 abgrown 叫被种植 所以begrown 后面会加上一个动作者 be一样到底叫被品尝 后面会加上动作者 do emphasize 叫被强调 后面加一个人当动作者 只有c选项 be identify 后面 一样 你可以加上人 就是加by的用法 第一个可能加上人 被什么什么人辨认出来 可是被辨认还有凭借 藉由什么样子的条件 或者藉由什么样子的特征 藉由什么样子的外观 而被辨识出来 好,所以这一题 因为后面是by 所以这四个都有 人 这些人都是动作者的意思 可是你会发现 每一个都不对 如果是动作者 因为后面根本不是人 后面讲的是他们的表皮 所以只有identified 被辨识 我们会讲说 凭借什么样子的外观特征 被辨认出来 比如说我们讲说茄子好了 茄子上是紫色 然后一长条的 这样子的外观 被辨识出来 所以只有c选项 identified 后面可以搭配 还有特征的意思 再来 because they have a higher water content 因为他们有比较高的水含量 they are typically sweeter and milder 所以通常怎样 比较甜 而且比较温和 tasting then storage onions 相较于 这种摆放很久的洋葱 this higher water content also makes 所以23题是一个 我们二年级学过的用法 怎么用呢 二年级学过是这样 看好 make it 然后加上一个形容词 然后for人 然后to be 这个时候的it 讲的是后面这一段 你记得吗 make它有什么 make它有连缀动词的用法 所以它原本用法应该是讲这样 make某个东西 然后加上形容词 比如说 make me happier make the song interesting 所以它都可以加一个名词 加一个形容词 这个形容词 修饰这个名词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讲某一个动作 而且你还要加上对某人而言的时候 对某人而言某个动作 我们就把它变成上面这个框框 拉到后面 然后补一个it 所以这个it叫 虚 受词 所以它这时候的意思是 让对某人而言 做什么动作 很怎么样 让对某人而言 做什么样的动作 然后给一个形容词 再放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 the cold weather 很冷的天气 makes it difficult for me to ge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冬天有没有 很寒冷的天气 让对我而言 在早晨要早起 很困难 the cold weather makes it difficult for me to ge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所以这个用法我觉得蛮重要的 同学特别特别注意 大家选的是猪 这个猪叫虚受词 这是我们第二年级时候学过的句型 很重要 而且很长烤 好 再来 with its delicate taste with表示条件 所以它这么好的一个口感 the fresh onion is an ideal choice for salads and other lightly cooked dishes 所以因为口感是很精致的 所以这种新鲜的洋葱呢 是理想的选择 什么东西选择 沙拉的选择 还有其他轻食的餐点的选择 好 后面开始要转向了 另一方面 所以后面谈的 都是这种存放的洋葱 这种存放洋葱怎样 are available 刚刚说过嘛 刚刚是讲三月到八月 那它们是什么八月到隔年的四月这样 那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 我后面谈的都是存放洋葱 所以二十四题这边 讲的是什么 跟新鲜洋葱不一样 然后这个类讲的是存放的洋葱 我不能够再回去谈新鲜洋葱的细节 所以这个选择 跟新鲜洋葱不一样 可是我的重点谈的是这种存放的洋葱 所以答案选的是A 你要记得 我在on the other hand 已经换了一个话题 我的主角 我的focus 已经换到了这种存放的洋葱 所以我一定是谈存放洋葱的细节 所以二十四题选 跟新鲜洋葱不一样 地方在于 它们有好几层 你看后面嘛 对不对 好几层很厚的 很黑的 还有呢 papery skin 像纸一般的 这样子的表皮 那刚刚前面不是讲说 新鲜洋葱口感比较甜 比较温和吗 所以这边讲的是什么 一定不是甜 比较温和 反义词 对不对 所以选什么 A anxious 各位 只有人才会焦虑 口感没有在焦虑的 好 再来 Be intense 叫做很强烈的 前面是milder 很温和的 这边选强烈的 刚好两个是相对 标准答案 C organic 叫有机的 并没有办法表达 这两个的反义词 所以不对 Do effective 叫有效果的 不是有效率的 有效率叫efficient 所以这个是有效果的 这个是有效率的 所以最好的答案是 B选项 才能够表达相对 后面我不看了 你自己想办法